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5月5日,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的制线会议,1787年6月1日星期五,这个制线会议是第六场会议,这是侧重于一个行动机构, 新闻机构的产生以及人数,还有任期,是今天那一天主要是讨论这个事情,当天的记录是从佐治亚州,我们之前说过了,由陆续到场,我们可以看他这一天参会人数, 这个是,我们之前看过,这个是没来的,没有参加的,有些是参加的,这种打对好的,勾的,是确定在的,这个是可能在的,有些不是他确定,至少没有准确的记录, 他查是不在的,这是不知道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在的,可能不在的,这种情况。 6月1日后,他其实这个,第一次讨论这个福吉尼亚方案,这个我们看这个记录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威廉安,他这个是一个人名,我们可以看他的, 他是32岁,在参加代表达位的时候,是32岁,他也有些经验, 他一个政客,也是一个律师,一个农场主, 他是6月1日到了,这个给我们这个记录是一致的, 然后呢,8月6号离开的,在那回来,这是他的一些情况。 他的投票反对, 他的一个妥协的一个, 一个委员会, 反正我们就不仔细看了, 这是他的一些, 档案, 那到堂之后,然后参加委员会, 对啊,我们叫全力委员会, 达莫一项是全力委员会的解决, 全力委员会呢, 因为全力委员会它不是最终决定, 它是一个, 它是还需要在, 到个会议上再投票, 所以全力委员会呢,有个好处就可以自由讨论, 我们先讲过全力委员会, 所以全力委员会呢, 继续, 继续上5月31号的, 就周四的, 这个决议期, 决议期呢, 是全国性的执行机构, 行政机构, 行政机构, 应该, 应该有什么建立呢, 这句话啊, 是由全国的立法机构来选举, 然后多少任期多少年, 一直呢, 或者说是, 这个是任期, 这个空格, 任期多少年, 空那个就是, 等待填写, 我们以后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 关于填控, 填控也是一个很好的, 引译手段, 就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再连任了, 多了, 怎么怎么办, 在什么情况下不再连任, 然后呢, 这个呢应该拥有当钱, 当钱就是, 但是我们说的有帮连, 帮连呢, 他那个, 以为他没有立, 他没有立法, 他没有那个, 没有执法, 他只有一个国会, 所以呢, 他可以继承, 他说可以拥有, 当时那个, 帮连那个国会的, 执行, 执行, 执行权利, 或者是行政权利, 行政权利, 我们讨论啊, 这个讨论的议题, 这个要搞清楚啊, 这个整个讨议是为了议题讨论啊, 然后这个, 拼肯尼啊, 这个, 现在呢, 我们再看一下, 回过这门, 拼肯尼啊, 这个拼肯尼啊, 我还是哪一个, 两个拼肯尼啊, 那就是没有特别说的, 那就是这个, 嗯, 二十九岁啊, 这个小伙子应该, 已经很有经验了, 他是一个律师, 因为很多都是律师的, 他都有研究的, 职业律师, 弄力族啊, 他负责是什么, 负责是负责委员会的, 他是一个负责, 负责委员会, 制定这个规则的, 他那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强的这个, 行政, 行政机构, 但是呢, 他也害怕这个行政的权力, 就是目前的, 目前的国会的权力, 可能是, 延伸到战争, 这的话他, 可能会导致一个君主, 可能是最, 就行政权力越强, 那时候, 之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当时的一些, 很多人就害怕, 就非常反对英国的那种君主制, 但是呢, 他是在那个英国, 英国君主制下, 产生出来的, 就是他继承, 他是英国的殖民地, 很多人继承, 他又既讨认英国那种君主制, 他就比较残忍, 他可能是最坏的一种一个君主, 他其实选择的也是这样, 这是这个, Pinconi他认为的, 我们可以看他哪个州的, 他两个都是难卡的, 他两个都是难卡的, 然后呢, Wilson他是动义, 动义什么呢, 动义是由一个人, 就是执行, 你看我们就相当想在总统, 这个就非常符合现在的这种做法, 就是我们可以按照后, 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宪法到底是啥, 然后这个, Pinconi呢, 他去, 因为他支持这个, 我们从前面看, 他支持一个兵力的执行机构, 动义是由一个人组成, 一个人组成就是总统, 那就是说, 那这的话, 动义之后, 执行机构由一个人组成, 但是这时候, 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停队, 那么主席呢, 就问, 是否他应该, 提交表决, 因为没人发言了, 是吧,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主席应该是, 提交表决, 那在富兰克林博士呢, 他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希望的每个人呢, 可以去发言, 就在问题, 在这个议题在表决之前, 我们都要说说他的意见, 同意对这种想法, 首先那个, 这个, 是乱零吉, 乱零吉, 乱零吉, 我们看他这个, 这个, 乱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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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大部分都是农场主啊, 是农历的, 法律啊, 法官啊, 都这个, 大部分都是这样, 他的经验也一堆, 他那是比较, 他那是比较, 他就是, 其实当事业都是很多代表, 也就是, 历经, 苍三了, 也就是说他是, 有个议会啊, 都很有经验啊, 他说呢, 看起来他是把自己, 啊, 预见自己的就是, 如果是, 啊, 公开的, 城市的公开他们的观点, 这个话以后, 可能会有改变的, 但是他并不是在说的经验都是这样, 因为他说了, 对, 执行机构, 啊, 他是, 啊, 这个是赞成啊, 赞成啊, 就是自己倾向, 他这个, 执行机构的权力放在一个人身上, 这的话呢, 但是呢, 又不给他们, 又不给这个人的战争和, 有和平的权力, 就比如说他想战争就反而战争, 就反而战争了, 他想和平就和平了, 他这个一个人的战争, 一个人的权力呢, 就不给这个权力, 因此一个人呢, 可能是, 有更有很好的责任感, 啊, 另外能够, 也能够管理公共事务, 也很好啊, 这个是, 他们, 哎, 至少目前来看呢, 他这个是最终, 最终它是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 成为美国宪法, 我们看怎么看的, 当时并不是这样的, 啊, 这个山马, 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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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上山马, 我们看这个, 山马, 啊, 这是我们这个角度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他说呢, 还是, 他认为这个执行, 执行官, 这个执行官, 当时就没有, 还没有总统这个称呼, 还没有总统称呼, 就新人长官, 这个就好像, 相当于一个罗马的, 这个词是远于古罗马, 古罗马那个执行官, 差不多, 也是一个行政长官, 他说这个机构呢, 也支持, 或者这个职位, 也支持一个机构, 对于, 这个机构目的是干嘛呢, 是执行立法机构, 立法机构的意志, 变成现实, 立法得自立法, 你要去执法嘛, 所以他是这样的, 他说呢, 这个人呢, 或者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 当时他不知道是, 因为上面有人, 有人是动议是交给一个人, 所以他不确定, 他说, 或者是一群人, 不确定, 应该是被, 为什么呢, 被立法机构来任命, 甚至对立法机构负责, 就对立法机构负责, 金对他, 金, 金金由立法机构, 任命又对他负责, 那么他是一个, 这个立法机构是什么呢, 是整个, 社会的, 最高意志的一个, 一个代表, 或者一个, 一个源泉, 他说, 他是最事务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判断者, 他们, 这种他们就是几个人呢, 被一个, 通过一个执行部门,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法, 这个总统就是执行部门, 这是执法部门, 因此呢, 这个数量呢,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他希望呢, 这个数量可能是不固定, 给你情况, 可以任命一个或两个, 给你经验或情况来, 动态来调整, 这是, 谢尔曼的一个意见, 这个, 这个, Wilson, Wilson, 他的倾向是由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担任行政, 行政长官, 这的话, 就可以更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当机离断的能力, 或者说, 果断, 另外还有一个责任, 对这个有一个责任, 一个人, 如果两人就比较扯皮了, 很多人, 对吧, 你看我, 罗马呢, 执政官是有两个人, 但是那两个人, 他是轮流的, 他也轮流的, 所以呢, 他不认为, 他不认为, 这个, 英国的, 英国的君主的一些情况, 他可以适合, 或者说, 能作为一个, 来指导, 美国这种情况, 执法的英国这种情况, 因此呢, 他说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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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机构, 属于立法机构的权限呢, 游写, 但是其他的话, 如果比如战争, 战争与千金和平协议等这边呢, 他说应该是, 应该是, 她说, 应该是, 执法机构, 应该是, 执法机构, 奸入的权力, 那就说, 实行法律, 任命官员 而不是说 不能够移服于 也不能够被立法机构来举行 这个是他的关键 另外这个Gary认为 他说 另外添加一个顾问团 可以一个执行结构 我们现在有很多 很多国务团 各个情报委员会 国务院 一对一对人 各种委员会 就是白宫的一些 也执行结构 司法部 这个都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庞大的顾问团 这的话就可以给权重 另外这个 任道部这个先生 他非常强烈的去反对 把整个权力 执行权 赋予一个人 他认为这是 这是胚胎 胚儿期 就像这个君主的幼儿期 慢慢会发展为君主制 他说 我们呢是不想被英国的 作为一个我们的原型来考虑 英国的政府 他并不意味着 就是 对这些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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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如果我们呢 在一种情况下 如果必须要拷贝 对英国政的做法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反对 他 他就是 客观的表述 他的一些意见 或者他一些 他的一些目前的看法 也不是很成熟 但是他不能够看到 为什么呢 把很多的权力 这个特点 对于执行机构的特点 比如说一定要 潜入力 一定有所断 还有责任 他说 这个执行机构呢 就三个特点 如果是 不能发言 在三个人身上 那么的话 你一个人身上 也很难发言 意思是说 他一个人 三个人跟一个人 差不多多 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执行呢 应该是 这个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你看每个人呢 他都有 独立的一点 比如说 他又选一个人 这个呢 他又成了一个独立性 这个执行部份 要有独立性 这个前面有人认为 这个执行部份 也应该 只是一个 立法极固的意志 你要去执行 不要去独立 必须要有独立 但是他这个 他认为呢 就要有独立性 因为应该呢 嗯 为了 但他那个 更是 虽然是独立性 但他还强调 这个独立性 应该 应该 他维持独立性 他应该有三个人 那个多个 多于一个人 至少三个人更多 到底不行 他至少一个不行 应该他这个 至少 后来没有成为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 微信他又说 他说 如果是执行结构 执行结构的 集中于 行政 我们叫行政和执行都一样 行政就是执行 所以如果是军主的 培胎 培胎 期 他说不是 他说 他说 凡人呢 并不是说 倾向以军主为止 而是说更 而是说最好的一种保护 你看 他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 至少他当时来看的 很多人的关联 其实并不是一致 就对同一个 对同一个测试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就要在 你们的 有人当然很不明朗 就很难 对现实问题 很难搞清楚 虽然有很多 关于这方面的例子 但是每个都很 都不一致 所以呢 观点也不一致 特别是对每个做法 你看各个飞机都比较大 你可以看 他认为是导致军主 而且 这个威尔森的认为 不可以 不仅是不能导致军主 而且反而是 防止这个军主 或者暴政的 暴政的 或者这个强权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一道屏障 这个 他在重生 他并不是说被 并不是被 被英国的 也就是他想理性的思路 是不是被英国的那种 模型 所控制 也就是思路 或者被他所控制的 但这种思维呢 他说这个 这个 英国的模型 其实并不适合 美国这种情况 美国这种情况 是非常大的 地域 非常广大 而且的方式呢 应该是共和的 共和的 共和的 而且呢 只能有共和 什么没有 只有 只有伟大的共和 联盟共和制呢 才能够 能够 立刻达成协议 立刻达成协议 第一个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通过了 那就是说要组成一个立法结果 不是 行政结果 嗯 下面这个是 MEDICINE MEDICINE 他认为呢 是 和 认为是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 我们选择 是 集中一个人 或者说 有多个人 我们想 先确定呢 就是 他的立法结果的权限 他的 能够到什么程度 不是立法 就是行政结果 他有什么权 这个 这个可能 比较重要的 因为呢 一定的权业呢 在性质上 在 在取行性质上 必须给予 一个 一个部门 就 部令的一个人 和几个人做专业 都是一个部门 我们这个 就部令一个人 那他这个范围 或者说他的权限 到底在哪个地方 他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权限 那么可以帮助 我们来判断 那到底是 如果是 我们给一个人 把这个权限 给一个人呢 就一个官员 到底 有多大的 安全的 安全的吸引 有这个危险 有多大 你可以这么做 因此呢 他动议 就是 动议 这个委员会 万一这个权限 应该是被删除 然后呢 在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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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词语 就在组成 执行机构 属于删者 然后呢 插入什么属于呢 插入 有权执行 国家的法律 就是指法部门 然后呢 任命官员 这个是 任命官员呢 情况下呢 就是没有 没有说明的一些官员 执行这样的 执行这样的 权力 就是 什么权力呢 就是既不是立法 也不是司法 就在这个权力的本身 也不是立法 也不是司法性质的 那么就可以这么做 但是这个呢 是不实的 应该不定实的 是由什么呢 是由全国的立法结果来授权 那这个字眼 就是不是立法 不是司法呢 就是添加到这个 这个 修正案上面 结果的话 Pikney 认为 可能有 这的话 可能有不适当的权力 被授予了 但是 威尔森 他是 负义这个动议 Pikney 他动议 动议这个修正案 他是删除 最后一句话 就是执行这样的权力 既不是立法 也不是司法的权力 不定实的被授权 他说这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在前面已经说 执行这个国家 全国性的法律 已经有 已经有 已经不必要的 然后 Randolph 他是 服役这个动议 这个Medicine 他说 不知道 这个词音 是不是 非常有必要 绝对必要 比如 他认为 他认为 比如说 之前是任命官员 或者说整个 包括在 这个 就是装迹的 这个 执行人 但是呢 他 并没有看到任何不方便 就是保留他们也挺好啊 他这个意思 目的 为了防止一些怀疑呢 或者说是 误解吧 误区 因此呢 这个 冰淇淋的动议 也就是说 对Medicine 这个 动议 这个是 分歧 他最终是 最终是通过了 下面一个是 对决议期 决议期 关于那个 任命 任命 关于 任命 或者说 他的期限 我们的考虑就是说 他 谁的指派 另外呢 多长 这个 欧瑞平呢 他认为呢 他几乎是 不愿意 宣布这个方法 就是他 他 他想 想想出来的 因为呢 看起来 比较 比较 荒谬啊 但是呢 他想说的话 就至少 在理论上 他是 他希望这个 由 由 人民直接选举 从经验上 比如在纽约和 马州的 马克州的 马克州的 前世呢 这种选举呢 就第一行政长官呢 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呢 是非常方便 而且有效的 一个模式 做这些是一个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很多 他们呢 很多 想法 并不凶空的 他们有限时移据的 他们有没有在各个地方 各个军民 有些当时 美国的英国的军主 立的比较远啊 那当时他们也是自知的 所以呢 很多的议会啊 各个 都有很多的事件经验摸索 不同的州呢 他又不一样 所以呢 他这个给 也是一个 给他们呢 这个辩认呢 也带了一些实际的 或者可操作性的 就是说至少可以预见性的 一些后果 或者说 有优势 或者不利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美国西方 民主 或者这个 我记得网上很多 看到 至少我之前 今天会看到 有人认为 这个 就是一些先贤妹 他说他们的国父们呢 就是一些聪明才智 直接是 凭空想想起来 其实不是啊 这个我们也觉得 一个概念 就是他们是一个 美国 在美国世界 从最初 甚至来源的罗马 我们刚才 我们设计有罗马的一些做法 他们一些罗马 英国的 甚至他们当地的做法 是一直沿袭过来的 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所以这个 社交在中国呢 它用 在中国用解 操作解决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这个民国时候 我们也试图 试图这么做过 并很快就被 就不行了 这个需要引入我们的反思 就是它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就像龙 之前我们也听到一种术语 这个龙马不是一天能建成的 经过上千年的一个积累的 历史积累 其实意识规则也是 我们说 我们试诺意识规则 意识规则也是 很来有经验 就是说在中国 如果学习意识规则 你觉得从文字上看的很难 很允许 你知道 拜会 认证等等 都很简单 事实很简单 但是你自己用到 用到的话 那就相当难了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选择 在这种选择 必须是一个人为一些人 那么他们也就有一些 广泛的知名度 他们有些优势 广泛的知名度 这个是 谢尔曼 这个呢 他是支持什么呢 他支持是由 是由立法机会来支配 为人民职业选举 这样他就说 使这个立法机构的人呢 可以完全 依赖于这个 依赖于立法机构 制法机构的选举的人 选 立法机构完全依赖于 他支持执行 他的意志 执行 他说任何独立 执法的任何独立 独立于这个 独立于这个 立法之上 在他的观点来看呢 都是一个暴政 如果有的话 都是暴政 所以呢 他很恐惧 因为至少之前 之前很 很 很 很难由说 这个执行机构的 完全独立司法的 独立司法的 但是当时呢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 一个很大的创新 这个微信呢 他动意了填空 就是任期到这边 说我们可以填空 他呢 研续三年 他觉得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他比较经验一个 一个 比较 短期的 不要太 太久 因为这个人 时间太久了 有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 啊 并且呢 他是不是可以再选 我们可以规定 这个Pinkley呢 他是动意七年 西安曼呢 他是 他支持三年 并且反对 轮流 轮流呢 可能是把 一些創职的人 给弄到外面去的 用轮流 然后 MEDICINE 他是支持七年 至少七年 七年 他是 并且呢 反对 反对 战略 反对 在目的干嘛呢 他说可以防止 防止整个 依赖 或者顺从 这个 立法结构 另外呢 他又 可能有些诱惑 就是说 这个执行部门 可以 试图 来 制造这个 骨盒 或者说去搞阴谋 来试图良人 最好 结果可以 这有好处 就是七年有好处 他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那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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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這個憲法 然後他強烈的反對 這麼長的 七年的長的 他認為呢 就是 他希望那個委員會能夠 委員會當時就會一直圈給人 就考慮這種情況 國家會變成什麼 七年 第一長官 第一長官 你在佔任七年 可能會不會認為覺得他是不適合 或者沒有這個資格 在權限裡面呢 你看他這個考慮其實挺好的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四年 你任何 你選擇是彈何 彈何的話 如果是有什麼邪惡的發生 彈何的話就沒用 也不能至於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彈何本身呢 要求有重大失誤 錯誤 而不是無能 沒有能力 如果他沒有能力的話 執行結構沒有能力的話 他就沒法彈何的 過幾年就算了 如果太久的話 七年就很難想要 是吧 這個他的理由 所以他的建議提倡是 每三年一選 三年七年 單獨沒四年 我們發現 就沒有四年提出來了 然後九年之後呢 可以 可以再選了 這個他的 這個 這個議題是七年 七年的選舉呢 我們可以看 有些是贊成 有些是反對 有三個州反對 這個四個州 對 最終結果是五個 五個贊成 四個反對 一個是平 那有人認為 那這個是不是 库班說 表決已經得到 通過了 那主席裁定呢 認為 已經通過了前幾年 但是我們認為 這個委員會 當時通過了 五十七年 但是我們 我們現在知道 它是四年 那麼後面怎麼 怎麼又變成四年呢 我們以後可以慢慢再 再挖皮 到底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年數 然後後面這個認證方式 那就是說 人民這個 這個行政官員呢 是下一個 下一個議題的 然後呢 衛生呢 他是重申 重申呢 這個 他的主張 他的看法 他是希望 是由人民自選的 他希望呢 並不是遠於 這個立法機構 人民產生立法機構 而且呢 不受整個州的 立法機構的干涉 他儘可能是 是這個機構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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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相互獨立 而且有獨立 於什麼州 他是 維新的一個 一個關鍵 這個 梅森 梅森 梅森呢 他是 是 他是希望這個 贊成這個想法 贊成這個 但是他認為 這種可能是 從時間上做的 很難做 他希望呢 這個 威爾森 威爾森呢 能夠 有時間 考慮他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 一些想法 考慮清楚 所以呢 這個 這一條 就是被 立法機構選舉 我們知道現在不是 啊 但是還是 至少在這一天 6月1號呢 還是帶絕的 還沒完全敲定 被 被 被推遲了 啊 Renegy Renegy 他是建議呢 選舉 是由 第二 立法這個第二 機構 選舉 這個 到現在 沒時間了 然後呢 全力完會 齊立 三會 當時呢 是 今天就到這 主要產生呢 我們也回顧一下 主要是 兩個 一個是 他是演習產生辦法 產生辦法 到底是 人民直選 現在還沒決定 當時的任期呢 是7年 權限呢 就是說 他是所有的立法 立法權 不是 所有的 行政權 但行政權具體的 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說了 據說 他是繼承 原來邦聯的 國貴的這些行政權 部分的行政權 今天我們就到這 謝謝大家